1 3 4 1 大家好 我是Youto 之前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等了好久 終於可以上巨人老師的昆蟲課了 這次的戶外課程 巨人老師帶我們去認識潘布希 我們這次採集到一隻 是文豪式潘西 是台灣特有種 中體型最大的潘布希 長得還挺可愛的呢 馬上來看看我們的影片吧 我們夜間的地方先繞一個大圓形 然後呢 夜間會跟這個夜脈做一個垂直的穿越 然後這時候呢 夜間 就讓這個夜脈像個微圍巾一樣 繞過去之後保留一個圓形的肉道 然後呢 繞到裡面去 在做那個 要擺的那個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這個要捕獲嗎 嗯 他那個 然後你的手過來 這樣子 好 喔耶 可以了 可以 可以 在下面 不是很大顆的眼睛 他有在瞄準他了嗎 還沒啊 他們才剛被抓到 他們會怕 還不會那麼快吃 還不會那麼快吃 所以可能今天晚上他都會死 有可能 下去了 他要準備補食了 很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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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抱歉了 他看到了 螳螂看到那個 而且這隻是公的 在流口水 在流口水 在擦口水 然後把它擦乾淨 擦口水了 這隻是公的 嗯 感覺很好吃 劉頭你要記得怎麼分辨螳螂的性格 那個 對阿很好 所以說 我剛才數了一下 八解是公的 八八解 現在這邊還是公的 你幫我驗證看看 底的棒子 一二三四五六 唉唷 居然是六節 再一次喔 一二三四五 六節 那應該是母 應該是母 母的話 母的話 母的 不是比較熊母的 牠就會生小孩 那隻蜥蜴現在是頭上 然後尾下 然後尾下 你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嗎 哈哈 我們可以拿個盒子來裝 讓小朋友觀察 有嗎 魯魯我幫你拿這個 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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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裡 好不好你要不要跟他一起 你要看到嗎 沒有阿 在那邊阿 真的耶 對啊 我們可以過來一點 然後他 會有耶 很近 我們讓牠們 兵分二入 牠們在那邊 對 對 安靜一點 然後我們 建議從 從牠的頭往下 因為 牠遇到危險 會往前竄 我們如果網子或套筒 對 對 我們可以用這個 這個套盤的實際上 用網子把它照下來 或者是把它 從上面往前 對 我們現在失敗的原因 就是因為 一開始靠的這個頭太大 然後 姐姐不要放手了 好 然後這是 那一般弄斷 可以長回來的那種 如果是的話 它應該會斷 好癢喔 好癢喔 然後呢 我們從這套 比如說是它 套住之後 然後 因為這個沒有 好癢喔 不夠活絡 牠就會 會豎起來 可以給我嗎 不要不要不要 但是等一下喔 這次示範 牠一直被套住會不舒服 所以說 他被累死 既然已經採集到 我們就不要累牠 我把牠拿過來翻 你看一隻手稍微按住 然後等牠 等牠不動了之後 是不是 可以把牠攤開來 把牠攤開來 好 這時候就可以兩趟了 已經抽過了 那怎麼辦 找更長的 再去 好我們把牠先壓著 有沒有知道 15公分大概在這裡 15公分大概到這幾個了 好然後你把這個 其實也超 在我的手指 我把牠以把牠壓住 看我的指針 然後我們看一下 莫莊是多少 這加 這加7公分 15加7 2加2 對阿 22 這隻牠那西巰是不是有22公分 好像有大嗎 真的 是 ha 算大學ель風格寺 ked 大學 不能按下去紀錄阿 對阿 不要不要不要 30公分 要升加8公分耶 那太大了 大概4 好 我們可以跟 我們可以跟刺摸蠻草一樣 從頭摸到尾跟從尾巴要摸到頭 兩個方向就是 先要會刺 因為是那個鱗片是刺的是往後 是的 它的那個 有莉莉的 莉莉的 莉莉的 可是你都要像是相反 欸 它的鱗片排列是從頭朝尾端 它現在應該超級害怕 如果鳥就不敢從它後面吃 就是鳥沒有那麼 越是動物就會知道這個行星 它在密食的時候都是從頭進食 喔 它是裡面的 它是往前衝 就是說 當然這是推論 有時候生態的 的方法就是 比較合理的推論 它不是解釋的答案 就是說 我們那個 立的方向嗎 會似嘛 它表示有的時候 例如說它被天秘攻擊的時候 它增長過去也是一個 保育性的情況 對啊 不要看它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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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你吃牛排的時候也很可怕喔 對 你那個 大分可 我們還發現 它在進食時 會用嘴巴先含出獵物 等獵物已不再掙扎 才會咀嚼吞嚴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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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喔 就行了 進食時 她裡面 放不下 帶點 其中間 要放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